这本书读到今天啊 我才知道这本书为什么叫百年马拉松 这百年马拉松是咱们起的啊 是咱们的一个战略战策 一个报告起的名字 好我们接着说迈克啊 迈克呢是觉得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啊 他认为中国确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可是呢他的在政治方面呢 并没有像美国政府希望和预测的那样 那么发展 就是后来啊 在美国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 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就我们这些年一直秉持的这种理念啊 好像是失败不灵 哪都不灵 好多地儿都不灵 普林斯顿大学啊 有一个这个教授 叫这个 弗雷伯格 就这家伙啊 他呢就指出啊 其实呢 应该说大家老说 哎呀到时候就不可能是现在这种啊 一个党啦 那肯定就是更加像美国一样的民主了 哎写了关于中国很多很多的书啊 就这些 嗯 这个还有一个人啊 就是另外一个专家 这个人 这老头 他叫 詹姆斯曼 呃 马南 应该说啊 曼曼曼曼 不不不不是 就管他叫詹姆斯吧 他呀 呃 用了一个词儿叫舒缓 他觉得呢 就是中国呀 会慢慢慢慢的发展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不过呢 现在这老头口气也变了 就说啊 这个二三十年后 中国肯定比现在更富强 但是呢 他还是一个呃 这个社会主义专政的一个国家 不会允许任何的不同意见和反对声音的 呃 而且啊 跟这个美国的分歧会越来越大 呃 而且次数会越来越多 在这个二零零九年的时候啊 有一个欧洲有一个比较偏左的一个外交 我关系委员会 也写过一个就是他们的评估报告 呃 就觉得呢 就是中国啊 跟这个欧盟 互相接触啊 会让这个 经济啊 中国的经济更自由啊 呃 他的法治啊 或者是政治上啊 更加的这个完善啊 更加的民主化啊 这种想法 简直就是荒唐 这还偏左的呢啊 嗯 世界上啊 现在各种的就是各路的学者越来越注意到 不光是在中国 就在世界上现在也有一个趋势 就是威权基本主义开始出现了 这个跟美国的那种自由市场啊 这种经济上的啊 应该说是水火不相容的 但是呢 这些学者又坚信啊 其实应该说 美民主的种子呢 已经在中国炸了根了 只要有耐心 哎 先从这个地方啊 城镇啊 这么这么这么 起来 慢慢慢慢 最后必定会蔓延到这个全国 哎呀 我觉得他们好幼稚啊 他们就是觉得就是 能跟那个英国一样 英国你那上面皇上啊 国王换无数个杀头啊 这个妈的哎 换来有几个他底下的这个基层 这个意愿是一直保持不变的 一直正常运营了 就是你上边啊 议会都已经被国王解散了 那你不看呢 就我们那个那个封楼的时候啊 我们那个聚会 哎呦 那说话口气 我靠 我告诉你 高等法院的法官都没他那么凶 而且啊 有点像咱们这个那什么 就是 你要跟他提问 跟他说什么啊 一个字没不回 不解释 完了呢 就是那种口气啊 都是恫吓的 就是谁敢不听 我就直接给你们啊 呃 压送啊 真的就是用的压送两个字 压送到这个 方舱去 我们还有过一个 这个政府的一个计划啊 就是本来可能是想精简 我们的这个臃肿的这个官僚机构啊 是想把很多权利啊 因为确实像你们那个 就是下到街道就行了 别那么一级一级的 又是区啊 又是那个试啊 什么的啊 就直接试完了 跨就到街道就行了 现在我看了 可千万别 我的妈呦 水平太差 而且他多年没有这种执政经验啊 我天他 连法和他自己有什么权利 他都不知道 反正就是捏着拳了以后 我把电视线那大棒子 光光的打 打死你就算得了 这个 这个 迈克尔也承认啊 他也是那群那个学者里边的一员 真的一直啊 就是坚信他们过去的那个理想 就是觉得 我帮你啊 你就能起来 最后你就跟我差不多了的一个思想体系了 而且呢 这个理念呢 他真是信了几十年 应该说啊 他的第一次动摇是在一九九七年 当时他去东莞 哎 一个村庄呢 去考察 当时那时候不是那块突然蹦出来一个村籍的一个民主选举吗 给他们激动坏了 哎呦 有点像阿拉伯之春你让我激动坏了 哎呦 可是呢 他发现啊 就是到那了你也发现就是不成文的游戏规则早就让这个东西啊完全根本就是寸步难行 你拿不到啊明确的文件就说没有明门规定啊呃不允许你这样不允许你那样啊但是这规则就摆在这候选人面前呢 就比如说吧你这个候选人啊你不能够这个允许参加这个机会也不能做广告哎张贴海报哪也不允许的呢 那什么批评政策啊什么或者你竞选的那个口号什么或者是你攻击 或者批评你的竞选对手都不行 像这个美国人那个说的那个关于什么税收啊关于国家的这个政策啊进行辩论啊候选人之间想都别想 唯一就是这个在这他考察就看着这个候选人只能做的什么就是凭人品 拼吧咱看咱的人品谁在这个村子里边啊呃素质高一点品质高一点 招人喜欢点就只能拼这个 我告诉你很快还会拼谁送的烟玩我们我们那个员工就说了回家的时候人家给他两盒烟让他投票去 九六年啊麦克尔啊参加过一个美国代表团 里边呢就有这个屏幕上的这个人啊呃艾尔斯沃 艾尔斯沃斯好像挺有名啊因为一直这个跟咱们中国关系特别好 他呢是这个共和党啊当时这个呃总统有个候选人多尔他的这个外交政策的高级顾问 哎当时啊中国人呢这肯定就跟咱们都其实都一样啊就是那个预测呗或者是压住我两头都压看你们万一哪个赢了呢是吧就觉得呢哎万一多尔当选了 这家伙可能啊就能当国务卿呢那把这爷给赐好了咱们不就好过日子好过多了吗 于是呢麦克尔啊就加入了这个代表团哎呦这个代表团呢那简直是就是让麦克尔都觉得惊讶的不行 就是啊就是前所未有就是他们能够了解很多很多的这个国家啊 内部是怎么运作的啦呃有什么问题存在呀哎这一切啊他们都能接触到这在过去 麦克尔都是想都不敢想的而且啊这一次他们代表团的陪同人员都是那个连自己都称自己是鹰派的一帮军官 因为毕竟麦克尔他是研究中国安全这个问题的啊所以他就接触的也是这些人 呃有一些中国的学者啊还居然能跟这个代表团进行非常坦率的交流 呃我觉得那时候还真的是挺开的你知道吗呃我不知道就怎么就这开着开着就会成这样啊 完了以后呢这些学者中国学者呀就跟他们直言说我们现在中国啊处于一个呃 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当中随时都会出大问题的比如我们现在有环境问题啦少数民族问题啦哎还有这领导人这个执行能力完全不匹配呀就等等等等吧 甚至啊有的学者直接就跟他们说现在的领导人完全是没有能力去进行应该进行的改革的 麦克尔他们听了以后下巴都给惊掉了这也太太帅了吧 你想想这这玩意就就这么就跟我们美国人说了 但是啊他也发现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可能就反而啊造成了这个代表团里边的人啊就 呃很多人就得出一个结论什么呀 哎呦这中国现在出问题了 我们得赶紧啊帮他 千万他可别崩了啊可千万别崩了 所以很多这个代表团的人回到美国以后啊就开始写文章啊写书啊 甚至啊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兰德公司的 那个就写了一个研究报告 哎说不久啊可能中国的经济要放缓了 要崩了甚至列出来了十大原因 嗯应该说人家现在的原因啊 确实都有 这些论点啊呃结果呢就是 反而就什么呢造成美国政府觉得哎呦 大洲就完了全乱了 这个Michael后来觉得呢就是后来等于这十年十几年啊呃 一直中国的这个还是非常强劲的 呃生产总值那时候就是一直是每年还是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那么涨啊 呃但是呢也有很多包括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那时候还预测呢啊联合国的那经济学家也预测啊说2018年中国就要超美国了啊什么的什么的啊 反正确实中国的经济确实增长了一倍多但是没超美国啊 不过呢就是美国呀也有美国人的问题 就是Michael也觉得呢这个美国人啊太喜欢相信 就是我们让全世界啊都跟我们这国家一样 我们这个体制这种体系多牛逼啊比欧洲都好啊 那世界就都和平咱们都互相就做个生意啊 哎就就就就一家子了恨不得以后国界都没了 这也是美国人呢那时候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采取的这种措施和态度 哎是劲推而且是强推啊 就是有那形了 软件没有啊是吧 其实在四十年代的时候啊 美国有一个一直没有公开的一个研究报告 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的 这个研究报告特别有意思 它是通过在中国流行的书和电影来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 哎这挺有意思 就是说呀他从这里边发现啊 这中国人呢在对战略上 哎看法跟美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人什么呀 就是特直接 干就干了 完了以后呢 那个就是全都摆在桌面上 哎那喜怒哀乐就割脸上 中国人呢 就是特别的喜欢玩这个桌底下的事 不透明 所以啊你看这个电影啊 书啊什么的啊 就这种宫斗的这种啊 特别受欢迎 呃 这个有一个著名的这个精神分析啊 他就是精神文化分析的一个专家 呃赖特斯 他呢就说啊 你从中国这个从孙子兵法 一直到这个毛泽东的战略文献 这个跟其他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军事学说 都不一样 就是我们这边更强调的是 兵不厌战 诱敌深入 就是什么呀 你比如说西方嘛 是这样的 就是怎么能够让我的这个部队啊 越来越强大 哎 完了以后呢 去打击敌人 而在中国的文化里啊 是最好啊 我不动 不用动用我的这个部队 不用动用我的力量 就能把你给打败了 这个呢 就所以啊 就是造成了我们的政府一直就是喜欢特别的神秘 哎 也是因为这个文化的作为的一个基础 也是有传统的 你从这个中国的文学作品 他觉得也是经常强调的就是 智慧 哎 各种的帝王啊 英雄啊 全都是用谋术来操纵他人 为自己服务 或者是达到目的的 嗯 直到两千年的时候啊 迈克呀 哦 忘了 把这个搁上去了 对 迈克呢 就从这个 他认识的这个中国将军啊 那边呢 就是 感受到 哎 那四十年代啊 人家那研究啊 牛逼 有道理 这就是当时啊 他们这个有一个叫叫什么来着 呃 中国战略什么呃 文化 促进会 这个促进会啊 就是两个将军 建立起来的 非常的重视 策略 的重要性 哎 所有的研究基础啊 全是让大家就是宣扬的也是 就是战略战策 谋略 这个呢 就是 两个鹰派的将军 哎 迈克觉得啊 嗯 他其实迈克跟他们认识了差不多有二十年了 后来他发现啊 就是这帮人啊 越来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媒体上影响力越来越大 而且啊最后就逐渐的成了政府的主旋律了 呃 好吧 呃 我还讲吧 今天 谢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